那么除了给儿童现场真人表演节目以外 为了让孩子能够24小时都能够浸泡在这样的变态文化里面 芭比娃娃也开始出招了 正好趁着现在是骄傲乐 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 同时也是生产制造芭比娃娃的公司MEDAL 美泰 隆重的推出了他们的变性人芭比娃娃 这款芭比娃娃是以变性人演员Lauren Cox为原型做出来的 当然这个目的很明显了 一个是这个公司为了要跟上觉醒的潮流 可以借此机会夺得那些LGBTQ的客户 但是他们给孩子带来的伤害是没有办法数算的 而这位作为芭比娃娃原型的变性人 也完全表明了他的目的 他们这群人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呼吁儿童变性 然后我希望这个芭比特别的 我希望这个芭比特别的芭比特别的芭比特别 以一个人有选择 我希望它更加与LGBTQ的男生 特别人以下来的女生 要但人生除了 然后就员出现任何样的问题 因为有救生的 2022的女生在决定中 在全球的地方 那是一件大問題 很多孩子們都會打招了 他們會打招了他們的政策 在全球的政策 在全球公司的公司 他們會打招了這些孩子 所以我們要打招了他們 他們打招了他們 他們打招了他們 他們要打招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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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希望 但是我們需要行動 我們需要友好 他們要打招了我們 幾個方式 這根本就是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 他在那裡鼓勵那些在青春期的 在幼年期的 在性別認知方面有問題的孩子 並且嘉義肯定說 你們做的就是對的 你們做的是非常好的 他告訴你說 不管你是什麼年齡 你都要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這本來是一句很鼓舞人的話 但是在他這裡呢 他把這個東西 用在了變性上面 是我相信通過神賜給我們 每個人的恩賜和天賦 通過認真的努力和神的恩典 我們一定會獲得不同方面的成就 但是男人和女人 這種基本事實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是通過任何辦法都不可能改變的 不管你是心理相信 還是說你是做手術打激素 都沒有辦法改變 那麼他在呼籲這些孩子和家長 與那些立法保護 不許兒童變性的機構對抗 他在最後的呼籲也是我們要呼籲的 我們要有希望 我們要有行動 我們也要變成聯盟 那這些給孩子灌輸惡毒思想 讓他們去打激素 切器官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的說 他們要集結力量來對抗保守主義 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再繼續往後退縮呢 我們也要有希望 我們也要有禱告 我們也要有行動 我們也要開始集結聯盟 來對抗這些 披著進步文明外衣的撒旦文化 關於宝術的人 以為欣賞防 Madrid ended